我写这句朗读 第六篇要介绍的题目是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Sunday? 周日你通常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的标题就用周日活动来当做标题 就学生而言 礼拜一到礼拜五大概都是忙在学校的功课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周末 那么就比较放松 所以呢大部分同学都会有两个活动 一白天可以出去走走 那么郊游之类的 那晚上可以聊聊天跟朋友聊聊天 或者是读书准备第二天的这个功课 好大致上活动应该是这样子 除非是长假可以出去玩出去露营等等 那做户外的活动 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 那就是用go go outing go outing go hiking go hiking 就是出外去登山 这个是登山就是小的那个爬山那种 好 践行等等 go picnicking 有一个k picknicking 这个就是出外野餐 那么现在去山上野餐都要小心了 猴子非常多 听说那个中山大学 你不小心东西都会被猴子抢逛 好 再来go swimming 去游泳 两个m要小心 go camping 去露营 go shopping 两个p 去买东西 好 这些都是户外活动 英文常常会用到的一些固定的一个措辞 好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段落鞋做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好 一就是要这个提出开掌牌的部分 好 那就情境的说明 再来导入正题正文 最后再来写出你的结论 好 我们先看一开始情境说明 那平常都很忙嘛 好 二是可以这样子学 二是 二是就是因为的意思 这个二是 可以等于when 表时间 什么时候 那二是也可以等于什么 because 表原因的 因为 所以这里二是就是因为 那强度没有because那么强 好 I am busy 这是讲我 我很忙碌 好 因为我都忙着什么啊 课业 人 忙着什么事情 英文的写法 是be busy with 是 I am busy with 那有的同学会写到另外一个写法 他会用这个二是 I am busy myself with 那这个写法就比较难 老师不建议同学来写 这个busy就变成动词的写法 那这个是行动词的写法 还是写前面的比较棒 好 大家普遍都是写这个 I am busy with my study 我的课业 study 就是课业的意思 什么时候 对不对 马上看看 什么时候忙着自己的课业啊 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一到礼拜五 英文就是用 during weekdays weekdays weekdays就是 一到五的一个日子 好 这是前半段的 一个 复时指句 用二是是连接词 不要忘了 所以呢 后面 这个句子 是主要指句 你不能结束哦 一定要多点 因为这个有连接词在这里 表示 说明原因的 那后面才是主要指句 一到五 嗯 忙得公告啊 礼拜六 礼拜天 你就可以散心了 就可以放松心情了 后面就可以用I would 我会怎样 这would是 讲我会怎样 我很乐意怎样 我愿意怎样 好 I would release release release动词 放松我自己 release myself 那 myself呢 可以省略 直接用I would release 这样就可以了 那release myself也是ok的 什么时候release myself 前面不是讲一到五吗 那后面就是这个在题目on weekend或者是on Sunday 这就时间上在对称了on Sunday 好了这个就是前半段这个演言的部分好也就是情境的说明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就转到主题了转到主题 在假日我会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已经讲过了我会休闲好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during的day time day time就是白天的时间那晚上的时间就是night time好这个是可以对比的day time night time 在白天的时候呢 在白天的时候呢我通常是怎样啊 I usually出去交游吧 出去交游吧 go out出去 出去干嘛 还交游go out for a picnic 也可以用这个picnic也可以用这个picnic 这个picnic就是名词我出去交游 那或者是怎样 啊 健行到这个山上去走走 or go for a hike 这个是接两个 go out for a picnic or go out for a hike 那这是共用go out for 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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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